又好大家好我是Tim今天我們會來Botshoot這款遊戲 至於今天我們並不是要玩這款遊戲我們今天是要來做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就是說沒錯呢 我們2023年最新的果實實用度排行榜啦 好那在這支影片開始以前呢我得先跟你們說呢就是這個果實排行榜啊是依據我的興趣還有 我的那個思考的方式去排的 所以這個排行榜呢並不是百分之來正確的這個排行榜大部分呢是我的看法所以 如果你們不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你覺得這個果實應該放在哪一個排行才比較對呢 那一樣如果你喜歡這種系列的影片的話不要忘記忘了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忘了頻道點下一個訂閱這樣才會不錯我以後頻道的更新影片 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伺服器這樣就可以與我還有我的觀眾們一起聊天 連結的話我放在下方說明欄點擊就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們就立刻開始我們的果實排行榜吧 好首先呢在我排排排行榜以前呢 我得先有幾件事跟你們說就是呢這個排行榜啊它裡面有分 非常多的果實基本上就是全部果實都有 然後有一些有覺醒的果實啊它會分開來像這個大佛呢它就有分 有覺醒的大佛還有沒覺醒的大佛 就是有只要是有覺醒的果實它全部都會分開來顯示 對 然後再來呢這個果實排行榜的排行依據是它在PVP也就是戰鬥時的實用度以及在練等時的實用度 但這並不代表它所代表的價值喔所以你不能依據這個排行榜 來決定你要跟別人換什麼果實這樣是不行的 這個排行榜只是單純排它的實用度以及那個在戰鬥中的那個厲害的程度而已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好首先你看到我們這裡有分五個名次最好的是S最爛的是D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從第一個開始 首先第一個你看到的這個是我們的屏障果實 好那這個屏障果實呢在練等的方面我相信不用多說是非常低的 然後在PVP的方面呢也是基本上沒有人在用它也是的確是蠻難用的 我會給它排在D的位置 就是最爛的地方 因為說實在的它是真的非常不好用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算是非常非常新的果實也就是我們的血果 血果呢在刷那個大量NPC的時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那個大招真的是範圍非常的大 然後那個大招呢配上幾個小普攻在PVP裡面也是非常的能發揮它的實用性 我決定會給它排在A的位置 我覺得對它還蠻適合在A的位置 所以這個血果是我是真的覺得非常的實用 然後下一個呢炸彈果實不用懷疑直接先幫它排個D 我們這裡不開玩笑啊我們這裡是認真的啦炸彈果實沒錯就是D啦 然後接下來是兩個我們的大佛覺醒以及眉覺醒的狀態 首先我們先排一下眉覺醒的好了 首先眉覺醒的它的大佛形態比較小 然後它的防傷的那個 那個趴數也是比較小的沒記錯的話 眉覺醒的話防傷是20% 那決定呢 那它終究呢還是一個好的練等果實 沒錯 所以我決定我會把它排在A的位置 那當然不用懷疑呢覺醒後的大佛果實簡直就是神的神在啊 在 在普通的PVP裡面你可以隨便浪灰就可以打贏一堆人 在練等裡面它絕對是最強沒有例外了 所以我決定把 我決定把我們這個覺醒的大佛排在S最高的位置 然後我們下一個來看看呢就是我們的Control我們的控制果實啊 看到控制果實又會讓我想到阿王阿王玩控制果實真的是非常厲害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它的頻道喔 好那關於這個控制果實呢 它其實那個實用性算是偏低的 不能說很低但是算偏低 它的最大的地方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的玩法 就是沒錯控制果實的就是手術果實的玩法真的很多 那我決定呢我會把它排在我們C的位置 沒錯 因為它在戰鬥中還有練等中的使用度是真的算偏低的 它只是單純是一個蠻好玩的果實這樣 然後下一個呢是我們的Charp 也就是我們的分裂果實 分裂果實不多說我們把它直接排C的位置 至於為什麼會把它排在C的位置呢 因為它終究還是在PVP裡面有一個非常強的功效 也就是我們的防刀 沒錯所有刀的傷害都對 都對這個分割果實分裂果實是無法造成傷害的 所以如果你對上刀玩家的話你可以吃吃看這個果實 有時候是真的還蠻有用的喔 然後接下來是屬於我們的暗暗果實啊 也是有分覺醒還有未覺醒 那我們一樣先來排未覺醒的 首先未覺醒的暗暗啊在練等方面是非常的弱勢 在PVP方面同樣也是都是算弱勢的狀態 我會給它排在一個C的位置 因為它畢竟是真的沒有很強 好至於在我們覺醒的暗暗不用再多說了吧 覺醒的暗暗根本是PVP大神 在PVP裡面你可以看到眾多的玩家使用我們的暗暗果實 前提是它是一個刀玩家的話 因為基本上只有刀玩家會使用我們的覺醒的暗暗果實 然後它在練等方面呢不能說好 但也算普通就普普通通而已 它主要的強的地方是在它的PVP也就是戰鬥的方面 那這也我會決定我會給它一個S級 沒錯因為它在PVP時真的還蠻戰有優勢的 光是它的瞬移的招式就已經能讓你跑多很多個combo了 好至於下一個呢是我們的鑽石果實 這個鑽石果實應該不需要我再多說了 它就是真的在練等方面還有在 那個我們PVP方面是真的算偏爛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任何用處的 那不用懷疑 我們就直接把它丟在D的位置 沒錯 好沒錯我們的主角出現了 我們的覺醒糯米還有普通糯米 首先呢普通糯米在練等的部分 是不太顯眼算是 不太中用的 但即便是普通糯米呢在PVP方面也是有 非常非常不錯的表現 普通糯米呢在以前光是以前 光是在那個覺醒以前就已經有非常多的combo可以使用了 而且那些combo用下來也是非常的使用 在PVP方面相當的有優勢 所以我決定把未覺醒的糯米排在A的位置 因為畢竟它在以前是非常的詳勢 即便在現在 就算你未覺醒糯米它還是一樣 那當然啊覺醒糯米不需要我再多說了 它在PVP方面簡直像大佛一樣是神的存在啊 我決定直接把它排在A的位置 因為它真的是過於強勢了 在一個 果實用戶的部分 它真的是非常的強 然後現在我們來到我們的 龍龍果實 龍龍果實在上市更新以後 就偏比較少人在用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現在有其他更強勢的果實 但龍龍在鏈等還有PVP的方面 還是算非常高的優勢 所以我決定會把龍龍 排在我們的 S的位置 沒錯他還是值得在S 我並不會把他排到A 我並不會把他排到A 我還是會把他排在S 因為他還是非常強的存在 只是現在比較爽的在用他 因為現在有更多更強勢的果實出現了 然後下一個呢是我們的 Vulcon 我不知道該怎麼把他翻譯成中文 就是一個會飛的果實 我不知道對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怎麼講 可是等一下 不意外啊 一樣爛 我們直接把他排在我們D的位置吧 因為他不太重要 然後下一個呢是我們的 燒燒果實 一樣有分覺醒和未覺醒 首先 未覺醒的燒燒呢 他的效果其實是算非常的弱的 我會給他排在一個 C的位置 因為他在PVP還有那個 鏈等的那個效果是非常不顯的 我自己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那當然 覺醒的燒燒呢 其實效果非常不錯 他的遠距離射程 然後還有他超快速的攻擊速度 是非常不錯的 但他在PVP的實戰表現又是沒有那麼的高 就是還是有點偏小小弱 尤其是他的那個大火球 雖然移動速度快了一點 但我自己覺得啦 即便再快 他那個延遲時間還是大 很容易讓敵人一個瞬移就跑掉了 所以 我會給這個覺醒的燒燒果實 給他排在我們的B的位置 對就是不散不下 雖然好用 雖然他終究還是一個PVP果實 但還是終究有點不太好用 說實在的 再來下一個呢 是我們 朝夕 很久人不見 很久不見的 重力果實啦 聽說重力果實 會在下次更新的時候 出覺醒 或者是一些小改動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喔 然後這個重力果實啊 雖說這樣但他的技能其實是非常好用 尤其是他其中幾個技能可以直接把敵人定在原地 有點跟 覺醒暗暗類似 就有點雷同的那個技能 那我會決定呢 把重力果實跟覺醒稍稍排在同一個位置 因為他在 他雖然在戀人方面不是非常優秀 只是普普通通而已 但他在PVP的方面是 非常有潛力的 我不是指說他現在優勢喔 我是指他很有潛力 就是真的能玩的話 這個重力果實 可以把他玩得像覺醒暗暗一樣 因為他有很多招式其實是蠻雷同的 然後他也一樣有定人的技能 如果會玩的話 其實是玩起來是非常的強的喔 至於呢下一個 來跳到我們的 冰冰果實 一樣有分 未覺醒和覺醒 首先呢 這樣的果實 其實 因為你在玩覺醒冰冰的時候 你會至少有兩三個技能 都會轉到未覺醒的狀態 因為 他的一部分招式 是覺醒好用 有一部分招式 是未覺醒的好用 所以我會決定把這樣的果實 都排在我們A的位置 因為首先他是自然系 然後他們兩個的技能都在PVP裡面是 非常實用 你到時候在PVP的時候 你所有的技能是有一些是覺醒的 有一些是未覺醒的 所以 我會把這兩個都排在A的地方 因為他們是 同時都是非常實用的果實 不管是覺醒還是未覺醒都是一樣的 然後下一個呢是我們的KIDO 我們的公斤果實 啊這 就不需要太多再介紹了吧 來 第一的位置就是留給你的 再來呢下一個 獵豹果實 版本強勢果實 跟大佛果實並列我們的S級 沒錯就直接放了吧 沒錯獵豹果實還是一樣啊 非常的強勢 跟大佛一樣 你只要無腦的狂放技能 你還是非常有機會會贏的喔 下一個呢是我們的未覺醒閃閃 和我們的覺醒閃閃果實 然後閃閃果實呢 未覺醒的狀態呢 尤其在他新手期啊是最好 基本上 基本上是媲美大佛 超厲害的煉燈果實 所以我會把未覺醒的閃閃 放在我們A級的地方 但這個實用度啊 它並不代表說 這個閃閃帶PVP是非常強的喔 閃閃其實在我 喔其實這樣想想喔 對他在PVP 這個普通閃閃在PVP其實是算蠻弱勢的 所以我會給他一點 可能B的價值就夠了 然後覺醒的話當然就是給他A啦 因為畢竟覺醒的閃閃在PVP裡面算是有一點點 稍微比普通的閃閃還要使用的 至於剛才想了一下後 我們決定把普通的閃閃 未覺醒閃閃版本移到B的位置 因為他雖然在那個 那個練等方面有非常高的成就 可是 他在PVP方面啊 卻是非常的不顯眼 非常的弱勢啊 對沒錯 然後下一個呢是我們改版後的愛心果實 這個愛心果實呢 他在PVP方面也是等同幾乎神的存在啊 這個PVP真的是非常的強啊 然後在練等的部分呢 我自己覺得他也是強的好不好 因為他有一個替身的技能啊 你可以直接打一下 去打另外一個小怪 然後讓那個替身自己去打那些小怪 我自己覺得很實用 非常的實用 那不意外啊 我會直接把他擺到S的位置 因為愛心果實啊 在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版本更新以後 他真的變得非常的強勢啊 超誇張的 來至於下面呢 是我們的岩漿果實 一樣有分覺醒和未覺醒的版本 來首先是未覺醒的版本 首先未覺醒的版本 我會把它排到 跟未覺醒的閃閃一樣的位置 因為他們兩個都一樣 未覺醒的時候啊 在PVP方面是非常的弱勢 但他們的練等技術還是一樣 都是等同的 是非常的好用 跟大佛一樣 然後至於覺醒的岩漿啊 我自己覺得 我也是會把他排在B的位置 因為覺醒的岩漿果的話 雖然覺醒以後 他的技能很明顯酷很多 但說實在的 跟普通的比起來啊 只是多了幾個招式 比較好用而已 但在PVP裡面還是沒有什麼特殊 比較突出的表現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 所以我決定把 覺醒的岩漿也把它排在 跟未覺醒的岩漿 都在B的位置 然後下一個是我們的PAL 也就是我們的 熊掌果實 啊來啊 這個熊掌果實 你們大家不知道的話 其實國外實況主 以前超愛用的喔 一大堆的國外實況主 就是那個超強的那種用槍 用槍來當主要武器的那個 獵場玩家 他們超喜歡用熊掌的 因為熊掌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有潛力的果實 他對那個 槍還有刀的玩家來說 其實是 非常強大的存在喔 尤其是那個超遠的瞬移 然後還有那個 幾個定住的技能 我會把熊掌果實 排在A的位置 因為我自己看過那些 熊掌果實的PVP影片 他不是用熊掌喔 他是 拿熊掌果實 但他主要是用刀 或者是槍 尤其是 拿槍的 你基本上很多都會看到 他使用的是熊掌果實 因為真的非常好用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相關的影片來看 你們真的會嚇到 相信我 然後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 不死鳥 也就是我們的 鳳凰果實 首先未覺醒的鳳凰果實 我會把他排在C的位置 雖然他是一個 非常 價格偏貴的 百萬果 可是我自己覺得 未覺醒的 不死鳥 也就是我們的 鳳凰 其實是相當弱勢的 基本上是沒什麼用 除了回血的技能以外 沒有什麼 其他太大的用處 至於我們 覺醒過後的 不死鳥果實 我會毫不意外的 直接把他排在B的位置 因為自從覺醒過後 他當初覺醒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強勢的 大家都在用他 因為他的 攻擊力很高 攻擊範圍也很大 但他後來 被做了一些 下修 而且這下修 對鳳凰果實 覺醒後的鳳凰果實 來說還蠻重的 所以就 現在比較少在用他 然後 就算你在用他 他比起以前 還要弱勢很多了 接著下一個呢 是我們 剛更新 也是算很新的果實 我們的傳送門果實 也就是我們 前生的 門門果實 傳送門果實 還好不意外 我會直接把他排在 A 也是非常好用的地方 嗯 其實仔細想想 他應該是排在 S才對 可是他在練等方面 確實是 非常非常弱勢一點 因為他 這些很多技能 都無法對NPC 造成太多的傷害 他主要的功能 其實還是 配刀 或是配槍 是拿來玩非主流 就是非果實的玩法 所以我會把他往下移 移到A的位置 因為他畢竟不是兩者同用 他還是在 練等方面 稍微弱勢了一點點 對沒錯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 陣陣果實 首先未覺醒的陣陣果實 我會把他排在 C的位置 因為他在練等方面 其實還是非常優勢 因為他重點就是 那個海嘯攻擊範圍 非常的大 攻擊力也非常的高 我自己覺得 他在練等方面 是相當佔有優勢的 只是未覺醒的狀態呢 在PVP 還是稍微弱勢一點 至於如果是覺醒後的 我們的陣陣果實的話 那就毫不意外的 可以直接排在我們的 A的地方 因為覺醒後的陣陣果實 算是在練等 還有我們的PVP方面 都是相當的佔有一點分數的 所以我會把他排在 A的位置 至於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這個 Spring 也就是我們 彈簧果實 毫不意外 來直接滴吧 這些果實 都因為直接排在滴的 不需要多 多言 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 復活 什麼說呢 重生嗎 還是 黃泉果實呢 不管怎麼說呢 這個果實 也是算 蠻有潛力的一個果實 如果你是主槍的 或者是 主刀的 這個果實也算蠻有用的 不過呢 我今天會把他排在 C的位置 因為疾病有用呢 他還是稍微的 有點難上手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這個果實對你來說 非常的不好駕馭 尤其是練等的時候 他也是 有點的 不好練等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我會把他排在 C的位置 我覺得是 差不多的 然後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 也就是我們的 橡膠果實 聽說橡膠果實 也會在下一次更新 帶來 蠻大的變動 所以 沒錯 他下一次可能會變得 非常的強 但依據現況呢 他只能被我排在 C的位置 因為他現在來說 是算是 非常的弱勢 在練等 還有PVP的方面 都是沒有一點分數的 基本上 完全 佔不了一點分數 然後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 想雷果實 未覺醒的想雷果實 我可以給他 排一個 C的位置 未覺醒的想雷果實 他在 練等方面 是普普通通 在PVP方面 也是普普通通 剛好都在 中間的位置 所以我決定 給他排一個 C的位置 至於覺醒過後 想雷果實 毫不猶豫 我們可以直接 給他排一個 A 覺醒後的想雷果實 對於刀的玩家 或者是槍的玩家 基本上是 非常至高的存在 因為他很多 定能的功能 還有連續 三次的傳送技能 真的是 非常好用 如果你們有 玩刀的 或者是玩槍的 你們可以強烈的 建議你試試看 那個 覺醒想雷果實 因為他 真的對那些玩家來說 是非常好用 光是那些傳送技能 就可以讓你 那個 迷惑對手 很多 再來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 莎莎果實 也是有分 未覺醒 和覺醒版本 首先未覺醒的呢 毫不猶豫 我會直接把他 排在低的位置 因為未覺醒的莎莎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難用啊 我自己覺得 至於呢 下一個輪到我們的 覺醒莎莎果實 覺醒莎莎果實呢 他在PVP方面 算是1000啊 是非常的優秀 但在 上一次的更新啊 他被 削弱了不少 跟我們的 跟我們 我剛剛介紹的那個 覺醒鳳凰 是一樣 被削弱的非常多 所以現在的覺醒莎莎 我只能給他 大概 B的位置而已 因為他自從被那次 削弱以後 也是非常降低很多人的使用率 因為他被削弱以後 他的攻擊力不僅少很多 他的命中率也比 以前來的低 就是 從以前的非常強勢 到現在只是一個 非常補充的果實 所以現在 現在也就是 比較少人在用 覺醒莎莎來當 主要果實 沒錯 至於呢 下一個是我們的 影子果實 影子果實好不意外的 我會直接 我會直接把他排在 A的位置 因為 影子果實啊 他終究還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 高傷害果實 光是影子果實 自己的技能 就可以組一套combo 而且那combo 聯合起來 尤其是跟我們的 黑角 聯合起來的話 那個傷害真的是 超級無敵誇張 而且那個combo 是非常難躲的 就是 基本上只要打到 你就很高的機率 只可以直接把那個 敵人秒殺掉 是非常強大的存在 至於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 煙霧果實 那不意外啊 直接排在我們的D吧 也不需要多說了 包含我們的下一個 尖刺 也是直接排在D 不需要多說 然後下一個 我們的旋轉 不意外 也是直接D 不需要多說 然後下一個啊 來到我們另外一個主角 我們的 混混果實 混混果實到現在呢 還是非常的強勢 而且在他上次改動以後 他上次改動 僅僅只是他的一些 名字還有技能 因為那些名字還有技能啊 有一點 抄襲到原作的地方 所以 他們就把那些名字還有技能改掉了 但改掉以後 依然不輸他的風範 他還是一樣非常的強勢 非常的強好不好 所以 我本來想說要把他排在A的位置 但仔細想了一下 他應該是要排在S才對 因為畢竟 現在混混果實 他練等 也算是不錯 然後他的那兩個招式 然後他的那幾個招式 也是非常強勢 算起來攻擊力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現在還是會把混混果實 排在我們的S的位置 因為他也是非常的有用啊 然後至於呢 來到我們的 線線果實 現在叫做我們的 蜘蛛果實 我個人覺得啊 這個名字不好聽啊 我自己覺得 他以前的線線果實就 好了 我不知道總他改成 那個蜘蛛人果實 可能是也是版權的問題 所以他才把線線果實 改掉了 然後線線果實啊 味覺型的版本 同樣的 這個在這個線線果實啊 未覺醒的版本 還有覺醒的版本 兩招的技能 你都會用到 尤其是未覺醒的C 到現在是非常有用 所以我會把未覺醒的C呢 放在 B的位置 然後 覺醒後的線線呢 我會把它放在 A的位置 因為畢竟覺醒後的線線啊 還是到現在在PVP 還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他光是你可以先用 Z技能先把它困住 然後就可以開始你的 一套combo 包含線線自己的技能 包含其他的技能 都可以處一套相當不錯的combo 這是我的意見 然後 至於下一個 毒毒果實啊 不用意外 毒毒果實經過上市的削弱以後 他還是非常的強勢 終究還是 所有玩家的福音啊 我會直接把它排在 S的位置 畢竟他還是 非常非常的好用 跟我們的獵豹一樣 基本上你只要 嚇嚇嚇 棒棒棒 一樣你還可以 引一大堆玩家 真的是 非常的強 好不好 好啦那麼 以上你現在在畫面看到的 就是我這一次 排出的 2023 最新的我們的 果實實用度 排行榜 再提醒一次喔 這個果實排行榜 並不是 價值排行榜 你不能 照這個排行榜 來去定義 來去定義交易的價值 這樣是不行的喔 這個排行榜 是我依據 他在 PVP 戰鬥中的 實用度 以及他在 補充我們 新手 練等的時候的 實用度 的效果 出來 兩個一起綜合出來的 結果 產生我今天 我的想法的 排行榜 那這個排行榜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喜不喜歡呢 如果你們覺得 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動 或者是我哪裡排的不好的話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 這樣我就知道 你們大家 為什麼會想要把這個果實 排在什麼位置啊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 點下一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幫我的頻道 點下一個訂閱 更不要忘記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的更新影片 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 Disco伺服器 連結的話 放在下方說明欄 點擊 就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是Tim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